天空一声巨响 一个男人掉了下来 女人惊魂未定 赶紧和同伴下车查看 哟 小伙子还挺帅 男人一站起来 就到处喊爸爸 他是索尔 北欧神话中的雷神 漫威中的锤哥 在弟弟洛基的所拟下 他带着几位好友 通过连接各个世界的彩虹桥 杀到了冰霜巨人的老家约敦 他举起雷神之锤 砸向地面 雷霆的微光瞬间粉碎了周围小兵 可他的队友们却难以招架 大胡子被冰霜巨人抓住了手腕 刺骨的吉寒立刻将他动伤 而洛基也被抓住手腕 却一点事也没有 面对无穷无尽的冰霜巨人 他们最终还是广不一种 这时奥丁及时赶快救场 将众人带了回去 由于索尔的鲁莽冲撞 再次挑起了冰霜巨人 和阿斯加德的战路 老奥丁和索尔大吵起来 认为他现在还不具备 成王的自力 一旁的洛基不敢说话 奥丁便卸了索尔一身神 把他和锤子一块扔到了地球 此时地球上的托尼刚刚发现了新元素 准备组装加速器将它造出来 然后就能玩上新的战甲 这时神盾局特工科尔森来向他告别 他被派往新墨西哥调查的锤子市 克尔森来到目的地后 发现一群居民正围着大坑丸和锤子 他立刻将情报上报局长 可爱的李爷爷开着劈卡车尝试流动 结果车被拆了 锤子却纹丝不动 天上的神友正在想办法救回索尔 而一旁的洛基让他们别下毛了 他认为凭索尔的幸福 就算回来了 奥丁也不会让他记录 接下来 洛基只想确认一件事情 他来到寒冰之侠面前 这是属于冰霜巨人一族的力量 能将一整个星球化为寒冰之地 洛基触碰他后 身体居然出现了冰霜巨人的特征 此时奥丁出现在他身后 面对洛基的逼问 他只好说出了事情 原来洛基的真实身体 其实是冰霜巨人一族首领毛飞的后代 还是婴儿时期的他 就在战争时期被奥丁发现 并把他带回了阿斯加的 和索尔一块当作亲生儿子抚养长大 得知真相的洛基情绪十分激动 他向奥丁倾土自己受到负责 结果一下把老人家吓到碰子了 直接倒地不起 洛基也被吓得不轻 赶紧叫来守卫 索尔在医院醒来 一个医生让他赶紧去做核酸检测 他立刻就开始闹得起 但来到地球就给守地球的国主 进了医院就得先做核酸 什么破医院 索尔十分不爽 他力气还大脱 医护人员冲过来按着他 结果被索尔一个接一个坐 众人蜂拥而上将他控制他 然后一针镇定剂让他强行安静一下 简和带蜥蜴行人为了继续他们的研究 将索尔从医院带来 说到这就得怀恋一下锤哥的身材 两个女人都被他迷住 索尔说自己刚刚消耗太大了 需要补解 于是三人又带着他来到餐厅进食 突然听到一旁有人谈论大坑的事 还说是天上掉下来的卫星砸出来 索尔一听立刻过去向几人询问位置 随后离开餐馆向锤子打去 简跟着追了上来 他对眼前这个迷一样的男人充满兴趣 阿斯加德里 索尔的好友们来到主店 准备向奥丁求情 结果发现坐在王威上的竟然是洛基 原来奥丁此事昏迷不醒 洛基暂时接替了王威 但听到母亲说索尔还有机会回来时 他慌了 洛基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求情 于是众人打算自己去地球找回索尔 此时的索尔来到宠物店 想买一匹马赶住 然而老板没马 这一幕恰巧被路过的简看见 便打算带他一城去大坑找机 当他们赶到后 发现这里早已被神盾局的人保护了起来 戒备森严 而他们的长官正是科尔森 但索尔可不管这些凡人手 直接就摸了上去 这时警报响起 简知道他们要闯获 帮忙打电话找艾瑞克博士求救 索尔溜进大坑 一路上毫不费力 陆续解决了几名客攻 这时一名量仔来到武器库 这是漫威电影里迎演的第一次登场 他带上一把复合弓 上升到了制高点 拉动弓弦瞄准移动中的索尔 但科尔森一直没有下跌 他想看看索尔要对锤子做什么 索尔解决掉最后一个状况后 来到大坑中间 见到了心心念念的锤子 然而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没能将艾锤拿起来 奥丁留下的咒语生效了 此刻的他并不具备亡者之心 面部识别失败 锤子拒绝了锤哥 索尔仰天懦夫 但紧接着开始忏悔起来 科尔森趁机让手下将他带了下去 审讯室里 洛基来到了他面前 索尔眼里立刻燃起了希望 然而洛基却告诉他 你把咱爸气死了 王位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我身上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可别再回来捣乱了呀 索尔一听 眼光又暗淡了下来 充满悲伤 洛基临走之前来到锤子面前试了一下 艾瑞克博士赶来基地 找借口向科尔森接走索尔 两人来到酒吧 边喝边聊 还叫起了酒精 然而博士一看就不是索尔的对手 将他送回姐的房车后 两人就来到外面聊起了天 他把简被神盾局抢走的研究笔记偷了出来 还给了他 简十分开心 在索尔的安慰下 简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男人 不知不觉就爱上了他 阿斯加德里 索尔的朋友们正密谋去地球救他 彩虹桥的守门人海姆达尔 拥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音乐 所以他早察觉到了洛基的预谋 但身为守门人 他必须无条件效命阿斯加德的王 当他听到几人准备违反天条去救索尔 立刻将几人招了过来 于是他直接下班 把开启彩虹桥的宝剑留在了那 几人就这样被传送到了地球 神盾局发现这股异常的能量 立刻赶过去调查 洛基远远看到彩虹桥被启动 瞬间就明白了 他放出了奥丁的究极兵器毁灭 命令他去地球追杀索尔等 雷神索尔本应顺利继承神王奥丁的王龙 却生性浩动 狂妄自大 被神王奥丁点入团前 失去了锤令 弟弟洛基开开心心地继承了王位 却没想到之后哥哥不仅王者回来 还在地球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女人 此时的索尔还在给几人做法 艾瑞克博士还是不相信索尔的身份 他只相信科学 下一秒几位奇装异服的人就找上了美丽 三人目瞪口呆 索尔和自己的好友们一一酗酒 并从好友那得知洛基欺贱了自己 奥丁并没有死 只是陷入了婚怒 他意识到阿斯加德将面临危机 这时远处突然出现异想 一个硕道无比的铁人降落在科尔森本的面前 他还以为是托尼弄出来的新战争 铁人停下来打开面杖 他来到索尔所在的小镇 索到之处皆被贴护 他射出毁灭技巧 四五师也招架不住 而索尔现在只是凡人之躯 并不能与他抗互 他想让好友先回阿斯加德阻止洛基 他直径走到毁灭这面前 请求洛基放过那些无辜的人 将自己的命交给他 洛基看到后 让铁人关闭了面罩 反手致命发展 索尔摔的浑身是伤 简历刻扑了过去 看着掩掩一息的索尔 十分难过 这时昏迷的奥迪 似乎感觉到了地球发生了一切 一滴眼泪从他眼角滑落 这时坑里的雷神之锤有了墙内的火 破土而出 搜的一下飞到了索尔手上 他的神力终于恢复了他 索尔挥舞雷神之锤蓄力 卷起的风道将周围的一切都吸了进去 蓄力完成 索尔迎着毁灭这个激光 砸了走 然后啥事没有走出来 科尔森终于见到了他的真面子 两人都为了保护地球而战斗 索尔将他当作了盟友 洛基健壮 赶紧将通道打开 把冰霜巨人放了进来 索尔来到传送正面前 部教守门人将自己传送回去 而海姆达尔早已被洛基冰封 失去了彩虹桥的控制权 但听到索尔的照片 他硬是凭自己力量破坏了尽力 用最后的力气开启了彩虹桥 索尔向简告别后 和好友回到了阿斯加里 此时劳菲已经盖着手下 来到了奥丁的房间 刚准备下手 结果被身后的洛基一炮击飞 原来他利用了劳菲 借此在奥丁和母亲面前 展示自己的能力 此时索尔赶到了洛基面前 兄弟俩一见面瞬间反目 洛基利用权杖击飞了索尔 然后立刻开启彩虹桥 打算摧毁冰霜巨人的星球 索尔赶来阻止她 你能不能杀一整个游戏 为什么 那是这新的爱上的 冰霜巨人的爱 你能斗我 索尔并不想跟弟弟打架 来吧 你死在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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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死在岳上 我会赔她 我自己的岳上 下手 两人立刻拍战 打到了彩虹桥上 这时洛基释放了幻水 索尔被弟弟可怜的样子 结果让她有机可折 但索尔反应过来 一锤将所有幻象激活 然后把锤子放在了她身上 看着不断输送能量的彩虹桥无法阻止 索尔换回锤 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 就在两人即将坠落时 奥丁出现抓住了索尔 洛基高兴地对奥丁汇报自己的大度 本以为自己会得到她的命 洛基很失望 选择放手 坠入了身边 最后地球上的简也没能等到索尔 偏尾出现了彩蛋 神盾局局长尼克找到艾瑞克博士 并表示他一直关注着新墨西哥的世界 还给他展示了一个刚获得的蓝色立方体 也是六颗无限宝石之中的空间宝石 这时洛基出现在了镜头 也为之后的复仇者联盟剧情满下了符 纽约大战结束后 索尔压着罪魁祸首洛基回到了神 等待他的将是奥丁降下的牢狱志在 另一边 彩虹桥的破坏导致九大国度陷入了惑争 雷神和四五是率兵出征停息了战争 索尔的成长也得到了奥丁的任务 但庆功宴会上他怅然若失 女战士西服十分关心索尔 但他心里依旧对那个地球女人念念不忘 自新墨西哥事件后 简已经好几年没见到过索尔 为了摆脱相思之苦 简打算通过认识其他男人来忘掉索尔 今天是他第一次相亲 但好闺蜜待息的助攻打断了他们 他告诉简一气显示出异常数据 于是两人来到测量实验数据的地球 进入了一栋废弃的大楼 却被接下来的荧幕惊叹了 小男孩用一根手指 轻而易举地抬起了卡车 将瓶子从高空扔下 结果瓶子凭空消失 下一秒出现在了头顶上 在中间似乎出现了一个看不见的扭曲空间 这下勾起了简的好奇 他拿着测量一边走边看 前方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影响 将它带进了另一个时空 这里是阿斯加德的地球 石柱中间发出暗红的光芒 前走上前查看 结果被红色的力量复杀 这种物质叫做以太 其固体状态下还有个熟悉的名字 现实宝石 上古时期宇宙发生天体汇聚 九大国度连城一线 黑暗精灵的首领马勒基斯 企图通过以太力量将宇宙重归黑暗 他还利用以太碎片制造了一批强大的抵抗战士 但最终被奥丁父亲博尔率领阿斯加德大军击败 以太粒子也被封印在了阿斯加德地面 但由于以太的重现 马勒基斯也在飞船中被唤醒 并断眼很快会出现天体聚合现象 这段时间内 各国度边界会消失 可以在各个国度之间随意穿越 是黑暗精灵入侵阿斯加德的好时机 而作为阿斯加德的眼睛 汉姆达尔也预感到了危机 并表示他也看不到简 索尔立刻向地球赶去 简被以太腹身后回到了地球 戴希因为简长时间失踪到了 这时雷雨交加 奇怪的是简周围的空间出现了某种的力量 将与水隔离在了外面 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远处的索尔 时隔多年两人再次相见 简立刻朝他走过去 上来就给索尔来了一大阻碍 臭渣男骗完感情就跑路 说着又给他来了一个 索尔不断解释是神界发生的动漫 让他抽不开身 索尔内心有千言万语 但他还是想先亲吻一下命远 这时戴希又打断了他 这是你 一个警察过来调查警 刚伸手想碰他 结果被以太的能量震灰 索尔见状打算带着简回阿斯加德制度 洛基真的坏吗 虽然曾经他想要统治和破坏 但阿斯加德危难之时 他必定会为了捍卫亲人而战 因为他内心早已将阿斯加德当成了自己的家 简见到了自己的岳父奥丁 奥丁为他们讲述了以太粒子的意外 但古迹上并没有记载 如何将以太从宿主身上驱逐 此时马勒基斯已经准备向阿斯加德复仇 他在手下身体里藏了一块诅咒之石 让他假装俘虏被抓进阿斯加德地牢 地牢里的洛基正在响念浩克 黑暗精灵释放了诅咒之石的力量 变成了诅咒战士 破坏了牢笼 轻易抓起两个手卫 吸收了他们的生命 还把其他囚犯也都放出 但他唯独没有放出洛基 于是外面在打架 他就安静看书 索尔和奥丁分别赶到地牢镇压球 此时海姆达尔发现有隐形飞船入侵 解决掉后 他发现舰队数量庞大 单凭自己无法一一扶持 于是他开启了惊弓的保护罩 但被诅咒战士从内部破坏了保护罩装置 黑暗精灵从飞船走出 开始大肆进攻阿斯加德惊弓 阿斯加德的战士遭到了装备营压 会不成军 等奥丁回到惊弓 早已是一片狼藉 他立刻想到了王后狐狸家的安慰 马勒基斯为了拿回以太利子 找到了架 王后为了保护架 和他近战起来 战斗力丝毫不弱于马勒基斯 但被赶来的诅咒战士的控制中 基斯刚想取回以太利 结果抓了个继续 愤怒的基斯命令手下杀掉了他 下一秒赶来的索尔召唤雷击中了他的头 但最后还是让他们逃进了序头 阿斯加德人为王后举行了浓厚的葬 洛基得知消息后 也十分愤怒的 索尔想带着以太去黑暗世界找马勒基斯 等他吸出减身体里的以太的杀掉了 但奥丁不肯让索尔去冒这个情 还下令关闭了彩魂桥不准任何人处理 索尔很清楚阿斯加德的现状 根本扛不住黑暗精灵的全面进攻 于是他找到洛基 洛基刚想吵捅他两句 真实的洛基沉浸在对母亲的悲伤里 两人都想找马勒基斯报仇 除了彩虹桥外通往黑暗世界的人 只有洛基知道 于是两人时隔多年再次联手 他将洛基放了出来 一路上他一会变成卫兵 一会变成美军 还叨叨的不停 气得索尔直接给他扛上 下一步他们要救出被卫兵看守的剑 剑看到洛基上来就是一发展 三人启动了飞船 离开了阿斯加德 但洛基依然在一旁说了不停 索尔将他扔了出去 然后带着剑一块跳到了好友的飞船上 卫兵被大飞船吸引了父母 而索尔等人乘坐小船 在洛基的帮助下来到了黑暗世界 马勒基斯感应到以太利的 出门迎接 洛基和索尔达成合作 但索尔一直对他怀有戒心 结果索尔刚给洛基解开手套 洛基就拿出匕首 原形毕露 索尔想召唤锤子 结果被洛基一刀切断了手臂 他把剑推向了马勒基斯 说自己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亲眼看着阿斯加德消失 一旁的手下也说了 他是内鬼 我在阿斯加德大牢见过他 于是马勒基斯心 他举起剑开始吸收他体内的领太力 等以太完全离开了剑的身体 洛基突然出手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结果 索尔召唤雷电试图毁掉你 但无限宝石哪是说毁就能毁 一声爆炸后 以太碎片又重新进入到了马勒基斯体 他留下手下挡住索尔 自己乘坐飞船前往的地球 洛基拿出小刀日常近战清理小兵 索尔对上了祖宙战士 发现他的力量不在自己之前 索尔换来雷神之锤 却被他一下弹开 然后逮着索尔一顿暴走 这时背后的洛基一刀偷袭 但这祸也是个狠 回头就直接和洛基来了个爱的报告 索尔跑过去 心疼的抱起洛基 索尔说你的英勇表现 我回去一定告诉父王 但洛基说我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他 然后就凉了 说实话雷神凉了我也不相信洛基会凉 索尔带着简来到一处山洞 却让他们误打误撞找到了通往地球的主动 出口就是之前他和索尔见面的废弃大牢 于是简带着索尔回到了住宅 见到了艾瑞克博士 此时一个阿斯加德卫兵突然出现在黑暗事件 回到金工告诉奥金说索尔消失了 还发现了洛基的尸体 通过艾瑞克博士的分析 他们找到了九大国空间相连的地理 就在伦敦 马勒基斯会在此释放得太厉害 吞噬整个宇宙 博士他们提前赶到了现场复制设备 这时马勒基斯的飞船果然来 索尔赶来阻止他 服输馆一群人来围观索尔打架 吸入以太粒子后的马勒基斯 战斗力直接提升了几个档次 现场时空错乱严重 索尔一锤子将他带进了冲动 又来到了黑暗世界 物品在几个空间里来回穿梭 雷神之锤穿透他的肚子飞回了地球 马勒基斯一拳下去 两人又回到了地球 雷神之锤刚飞出地球又被反折了 累死沉了 这次两人又来到了冰霜巨人的老家约顿台 一只冰霜巨兽跳了出来 结果一块被传送到了地球 正好帮戴希拦住了追兵 索尔又被传送到了地铁站 他只能坐地铁档回去 此时各个时空重叠在广场上 天体挥聚达到最佳状态 马勒基斯开始释放以太粒子 以太穿过虫洞吞噬酒 索尔拿着博士的仪器冲进了风暴内 他决定先解决掉马勒基斯 制出手里的仪器 和地面上的简佩 将马勒基斯的手臂吸进了其他空间 最后召唤雷神之锤 一锤砸飞 再把他传送到了黑暗世界 此时飞船受损正在缓缓倒向晕倒的索尔 简扑过去但是却拉不动他 准备和他同身共死 关键时刻艾瑞克博士将飞船传送到了黑暗世界 砸死了躺在地上的马勒基斯 酒国就这样被拯救了 最后索尔回到金工对奥丁说 我不打算继承王位 但我仍然会用生命守卫九国的合体 然后就打算回到地球和索尔 没想到奥丁这次一口答应 等索尔走后 王位上的奥丁露出了真正 影片最后的彩蛋 由于两颗无限宝石不能放在一起 阿斯加德派两人将以胎交给了一位宇宙收藏家 两人走后 收藏家念念有词 当九届首席近战法师碰上奇异博士 你认为你是一种魔鬼 我认为你一分钟就准备了 他俩为什么会出现在奇异博士家 不久前 北欧神话中的火焰巨人抓住索尔 声称要夺回永恒之火摧毁阿斯加德 阿斯加德还真是多灾多难 索尔为了破解诸神黄昏 将自己主动送上了门 向火焰巨人探完情报火 索尔瞬间召回雷神之主 挣脱锁链 展现出了真正的战斗 解决掉蜂蜂而上的杂冰口 他直接应刚苏尔特尔的火灵攻击 缺少永恒之火的苏尔特尔 在索尔面前就像个超级兵 很快就被锤子两三下干掉 随后索尔捡起皇冠 回到了阿斯加德 他发现守门的海姆达尔不见钟意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光头大叔 他告诉索尔 海姆达尔被奥丁通缉不知去想 索尔飞向惊弓 大殿门口赫然立着一座洛基的雕像 一切都让索尔感觉额外陌生 奥丁独在王位上坐着 而是躺在沙发上看起了话 他们表演的节目 正是雷神二中洛基临死前的一面 索尔看不下去了 他告诉奥丁自己看到了诸神黄昏的预言 而他却还在这里看去吃葡萄 奥丁还想惦记 索尔早就看出了他的真面目 利用雷神之水 让洛基自己陷了原形 在索尔的逼问下 他说出了奥丁被流放的位置 两人来到地球上一家养老院 但这里已经被拆掉了 并没有见到奥丁 这时洛基脚下出现一个电焊群 下一秒他就掉了下 索尔捡起地上的小卡片 根据地址来到了一所黑屋子 就这样见到了至尊法师奇异博士 这里就是奇异博士电影片尾的彩蛋 索尔不爱喝茶 史蒂芬便给他换成T9 并且无限续备 当他听说索尔在找奥丁 立即就决定要帮他一把 把弟弟还给索尔 一个传送门就将他们带到了奥丁面前 此时的奥丁已是风中惨嘴 他告诉两个孩子 诸神黄昏即将来临 他们有一个姐姐名叫 早年就一直跟着奥丁征战沙场 随着时间的催移 奥丁发现已经无法控制他的眼前 正好把他囚禁了起来 海拉的力量来源于阿斯加德 现在奥丁一死 他就会解除封印回到阿斯加德 并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 说完 奥丁就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时 海拉从一团绿光中缓缓走出 看着眼前的两个地团 索尔见来只不晒 直接甩出锤子 然而海拉单手挡住雷神之锤 接下来更让他吃惊的是 海拉徒手直接将锤头捏爆 这下子两人总算见识到了海拉的事 洛基一看 赶紧将手能人启动彩虹桥 海拉紧跟其后 将两兄弟先后打出了彩虹桥 自己一人回到了阿斯加德 还没等索尔的两个好友发问 海拉就出手秒掉了他们 光头剑装立刻放下武器 放弃了抵抗 回到阿斯加德的海拉 向众人表明自己的 本以为可以让他们屈服自己 没想到阿斯加德没有一个人 于是海拉直接进入战斗状态 一人团灭了阿斯加德军队 随后他和光头一块来到宝宝 什么无限手套寒冰之下 烈焰皇冠宇宙魔法 都入不了他的法院 唯一能引起他兴趣 就是眼前的永恒之火 他拖着一团火焰 来到地下砸向地面 唤醒了曾经追随他的士兵和坐骑 这时一神秘男子取走了守护之间 他就是被解雇的前守门人海努达 索尔调出彩虹桥后 来到了萨卡西 一个女人赶来将他电音带走 高架卖给了竞技场的老板高天尊 成为了竞技场的参赛选手 索尔无意之间看到了洛基也在这儿 便让他赶紧将自己救出去 但洛基却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人 高天尊告诉索尔 只要他能在竞技场击败自己的战士 就给他自由 在挑选武器的时候 索尔从石头人纳德之里 将他送过来的女人也是阿斯加德 索尔上前边观察边试探他 发现他竟是阿斯加德的女武神之一 但他似乎并不想再和阿斯加德扯上关系 说完就又电了索尔一下 全新造型的索尔来到竞技场 没想到自己的对手 竟是从地球消失的浩克 见到老朋友索尔十分开心 而洛基浑身都不好 索尔一看是班纳 立刻亲切地呼叫他的名字 说完便朝他发起进步 索尔看他来真的 便展开双刀招架 但被浩克一脚快飞 索尔拔出锤子反击 不愧是专门玩锤子的 这一锤直接惊呆了在座的高天宗 索尔靠近浩克 打算用寡解的那一招来唤醒他 没有雷神之锤的索尔 根本不是浩克的对手 被他按在地上锤 这时他发动被动进步 开启了响电模式 在跌跌的刺激下 完全觉醒了体内的雷神之锤 一拳将浩克击飞 高天尊一看情况不对 赶紧用遥控器 于是堂堂雷神右帝恩赐被电拥了 索尔醒过来后 问浩克是如何来到这个地方 索尔看到窗外的飞机后 便邀请浩克和他一块去阿斯加德 毕竟有了浩克 他战胜海拉的胜算就有大了 但浩克对众神黄昏并不担心 也不想再回到那个讨厌他的地球 索尔联系上海姆拉 得知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他一刻也不想等 便打碎玻璃 来到了昆士喷气机上 但很快他发现飞机需要引起 索尔高兴了一秒钟 然而浩克怕索尔一个人连开 直接拆开飞机走得进来 索尔慌乱之下一顿乱案 将寡姐留给班奈的影像放了出来 看到寡姐 浩克慢慢变回了班奈 而他的记忆还停留在互联2的时期 索尔向他简单介绍目前情况后 就遭到了高天尊的全程通缉 洛基质问女武神为啥放走索尔 女武神让他别太嚣张 两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 近战法师名不虚传 但对方毕竟是阿斯加德的女武神 于是洛基终于想起用自己的反术 直接让女武神陷入了回忆 他又看到了那场惨烈的战斗 想起了成为女武神立下的誓言 于是他找到索尔 说自己不想再待在萨卡星 靠酗酒浑浑噩噩噩等死 他打算和索尔一起干掉海拔 于是几人商量好逃脱技术 索尔和洛基来到高天尊的基地 一路杀到鸡库 拍走了飞船 几人坐上飞船穿过岛 终于回到了阿斯加德 索尔坐在奥丁的王位上 拿起拳杖敲击地面 将姐姐海拉引过来 两人不多废话 立刻开始战斗 但索尔根本扛不住姐姐三招 还被海拉一剑划掉了右眼 另一边 带着阿斯加德民众逃难的海姆达尔 被海拉的座骑芬里斯挡在了彩虹桥上 同时光头也带军队比赛了后面 他们被养面包夹 这是女武神和班纳赶来帮助他们 对大灰狼疯狂扫射 但根本无法上他疯狂 班纳决定在女武神面前秀一首 但下一秒 浩克将小狗拖下彩虹桥 接着军队和平民展开了战斗 这是一个身影出现在盆中 洛基带着石头人赶来参讨 运输船就走了所有难口 他们开始安心投入战斗 一边的索尔正依偎在姐姐怀里 突然开启了被动剂门 奥丁告诉他 阿斯加德并不是一个地点 人名在哪 哪里就是阿斯加德 经过跟父王一番交谈后 他再次觉醒了雷神之灵 接下来 博尔带着BGM闪亮登场 阿斯加德大混战开始 索尔变成了法师 用雷电之力击碎黑暗 而洛基一如既往的紧张 一番激斗后 众人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争 接下来就只剩下海拉 但仅凭三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于是索尔让洛基去地下宝库找到皇冠 用永恒之火和皇冠融合召唤苏尔特 这样一来就能发动诸神皇宫 即使是海拉也难逃一起 索尔联合女武神拖住海拉 洛基来到宝库 叹了一眼宇宙魔方 然后将皇冠放在了永恒之火上 苏尔特尔最终形态登场 开始摧毁阿斯加德 浩克不允许有人给他动作 立刻就跳起来给了苏尔特尔一拳 苏尔赶紧阻止浩克 海拉冲过来阻止他 但没有了力量来源的海拉 被苏尔特尔一刀抹杀 连带摧毁了整个阿斯加德 经过这场战斗 苏尔真正成为了阿斯加德的王 他们打算驾驶飞船前往地球 影片最后 一艘巨大无比的飞船挡在了他们面前 这会是谁的飞船呢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